這個的策略 我有跑過大數據 它的平均的勝率是來到74% 然後平均的報酬率 你知道有多少嗎 多少 92% 天啊 好心動喔 媽媽他們喜歡這一檔股票 它最近也出現了流行的變化 哪一檔 就是我們台股中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小資理財 我是志杰 聽媽媽的話 別讓她受傷這句歌詞 大家都會唱吧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的投資界有一個 統計數據一出來 大家就崩潰了 狂嘆說 根本是要聽媽媽的話 你才不會受傷吧 聽了是不是讓人覺得很不服氣呢 不過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個 理財專家 他說啊 真的從媽媽的身上 學到很多投資哲學 讓他成為股市的常勝君喔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孫慶龍 慶龍哥 志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欺龍哥 我有看您的臉書啊 你跟媽媽的感情非常好耶 她是不是從小就教你投資啊 對啊 我每個禮拜 都會帶我媽媽去泡溫泉嘛 其實我跟她相處得到現在 每個禮拜我都會帶她去泡溫泉 然後因為我在她身上真的學到了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哲理 甚至還可以應用在投資的哲學上 好 我們今天要來學的是 投資專家孫媽媽的投資哲學喔 那我們來看到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打不贏大盤就加入 ETF成為媽媽們的最愛 網友狂戰媽媽大獲全勝 媽媽都買了些什麼呢 我們來分享給慶龍哥喔 好 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40歲到54歲女性 前十大定期定額的排名 第一名呢就是元大台灣50 那第二名是元大高股席0056 然後再來是國泰永續高股席 很夯的這個00878 他擠掉了去年是第三名的台積電 變成了第三名喔 然後台積電是變成第四名 那另外呢再來看到 大家的前十大的庫存持有的標的 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像是台積電中鋼 還有這個一樣00878 國泰永續高股席又出來了 那發現大家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喜歡ETF耶 慶龍哥你這個績效買起來 你覺得媽媽的買法怎麼樣 今年的績效一定會嚇嚇叫 是因為你剛才上述所講的 不管你是投資0050 或是投資0056 或是投資00878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這個年化報酬率 是超過兩成以上喔 哇 今年到目前為止才六月 對 變化報酬已經超過兩成以上了 其實應該已經打趴了市場一堆 可能每天衝來衝去 然後很研究在做這個分析研究功課的 投資人的績效表現 對 大家努力的盯盤努力的畫圖 然後都說到底是為了什麼 對啊 其實我常常從我媽媽的身上發現啊 其實很多事情啊 投資啊 越簡單其實越會賺喔 那其實選擇這個ETF啊 其實他就已經贏在起跑點上了 真的 我覺得網友的回覆也超好笑的 大家都說 欸你這個每年績效 贏不了大盤的話 你打不贏就加入喔 還有人說你真的賠錢真的笑死 地方媽媽大獲全勝 還有人說我們真的要聽媽媽的話 我們績效是被菜籃族屌打 還有人家說媽媽根本就是菜市場法人啊 對 我覺得今年的績效覺得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很多市場大多數的媽媽 都用對的方法在做投資 這個所謂的用對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選擇那種一籃子股票的ETF 這是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啊 其實很多人都選擇用定時定額的方式 然後去存你心中想要長期擁有的一些標的嘛 當然包含了一些台灣的一些優秀的公司 甚至包含了一些具有一些成長性的ETF 那講到定時定額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所有的投資人 當你還不是那麼明白 金融市場的每天耳魚我詐的變化的時候 你最好的起手勢 有沒有什麼數據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有啊其實我們去統計過去三四十年來啊 台股一共經歷過八次 八次的這種所謂的多頭跟空頭的循環啊 那每一次其實進入到空頭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這些投資人其實都是血流成河哀哀叫 但是如果你是用定時定額去做投資啊 每一次當投資人哀哀叫的時候 甚至血流成河的時候 你非但不用緊張你還可以反敗為勝 民國89年發生什麼事啊 對那個時候剛好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印象很深刻是那時候我們的選總統的時候 有兩顆子彈的事件嘛 那之後2000年的時候又有經歷過美國的網路泡沫 所以那時候的金融市場的動盪是非常的大 所以但是台灣台股下跌了三成 但是如果你是用定時定額去投資啊 非但最後不賠錢 甚至還可以從原本的-30%的報酬率 逆轉成為正12%的報酬率 這樣是花了幾年的時間 就是兩年的時間24個月 兩年的時間就回來了 對啊當很多的投資人都感覺哀哄遍野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反而用定時定額的方式 就能夠創造出這樣的績效表現 哇你就乖乖的把錢投進去 穩定的把錢投進去 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然後就從股底翻身了 對這個其實就是定時定額 它所謂的微效曲線嘛 所謂的微效曲線其實就是 在股價下跌的時候 當很多投資人會非常不喜歡 股市下跌的那個過程 但是你透過定時定額啊 反而在股市下跌的時候 你可以買到更多的單位數 舉例來想假設有一檔ETF 它的淨值可能是10塊錢 那如果你每個月定時定額3000塊 如果它的股價在10塊錢的時候 你每個月可以買到300個單位嘛 但是如果它跌到了8塊錢的時候 同樣的3000塊 你可以買到的單位數 就從原本的300個單位 上升到375個單位 就是同樣的錢你買的單位數更多 那之後股價其實不用再漲回10塊 只要漲回到9塊 你就會開始揪到那個微效的獲利曲線 這個其實是屢試不爽 明明像去年10月份 台海危機的時候 明明那時候到處是黃金 處處都是便宜的股票 但是你卻不敢買 但是如果你是用機械式的 定時定額的進行去做投資的話 那即使在那樣子的一個 下跌的走勢中 你還可以掌握到那個 逢低層階的機會 那最後看到今年以來 台股這樣子的報復性的反彈 相信你的獲利 就會像這些媽媽一樣 真的是大豐收 那欣龍哥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像媽媽們 他們很喜歡定時定額的標的 是一些ETF 包括像是00878 還有這個國泰的台灣5G Plus 甚至這個元大的高息低波都進榜 請問一下這個反應是 媽媽這個族群市場什麼樣的特性 比如說像是00878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啊 最主要是因為它季季配息 每一季都有買菜錢 對每一季都可以領到這個股息 大家就很蠻開心的嘛 再加上因為它選擇的都是一個 台灣一些比較優質的一些公司 所以基本上這個 比較能夠符合這個 富貴穩中求的一些條件 可是有時候因為它太受歡迎了 有時候會有這種溢價的情況發生 如果它溢價的時候 欣賞哥你覺得我們還可以再買嗎 你如果是短線的 我覺得你可以稍微等到它 更貼近這個鏡子的時候 再來進廠 其實基本上你買的價格 會相對較低嘛 但是如果你是看廠的 其實差個一毛錢兩毛錢 真的如果把時間拉長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天天都便宜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媽媽一樣 很喜歡定期定兒的這個 國泰台灣5G Plus 它是去年是第六名耶 可是它今年已經快要掉出榜單了 到底是為什麼 是因為大多數的媽媽 比較喜歡富貴穩中求 比較不喜歡每天坐雲霄飛車 我覺得這個很多 跟產業有關的一些ETF 因為去年經歷過市場的大動盪 其實那個骨架的波動啊 就很像是坐雲霄飛車 那個坐雲霄飛車的過程中 其實會讓很多的媽媽心臟會受不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 很多的40歲到54歲 這些族群的投資人 就開始慢慢去尋找一些 可以富貴穩中求 可以不用讓你每天 要承受很大心臟波動的 一些標的 但是我要一直講 很多時候啊 高波動的背後 可能代表是高報酬 所以可能或許有一批人 他覺得這些產業型的ETF 波動太大不適合他 但是我覺得可能對於小資族 想要追求資產的 快速增長的這群人 或許高波動的這些ETF 更適合你 那親王跟我們家一起看一下 這個媽媽們 他們喜歡的這個十大 持有庫存的標的 包括像是台積電 中鋼還有這個00878 還有這個0056 鴻海聯電開發金 群創玉山金 跟台灣50 這些庫存標的來講 對你來說 媽媽選的這些標的如何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還蠻中心 怎麼說 什麼是中心 我剛剛有提 跟大家一開始有分享的說 其實我在我媽媽 學到了很多生活的哲學 聽說你學到了三件事 你先跟我們分享 是哪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媽媽吃東西 她一定要吃 中心的食物 中心的水果 就是符合季節的嘛 就是現在剛好盛產 對然後又便宜又好吃 比如說五月的時候要吃 可能吃五六月的時候 現在要吃竹筍湯嘛 哇那個又便宜又好吃 可能進入到夏天 你要吃西瓜 那又又便宜又好吃 所以吃鈾席的食物 是非常重要 不要在夏天吃草莓 對不對 對啊 不要在夏天的時候 再想這個四家 哇那基本上 你就會用比較高的成本 去付出你的代價嘛 所以吃鈾席的產品 非常重要 好那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半價太貴不買 前陣子真的很貴耶 然後都買不到蛋 對啊像我媽之前是 每天都要吃一顆水煮蛋 對啊但是後來 有一段時間 台灣不是缺蛋嗎 那時候一斤的蛋價 飆到一百多塊之上 對 光看她就覺得這麼貴 我不吃了 她忍痛不吃 忍痛可以吃別的嘛 對啊那就等到 她最近又跌下來的時候 又可以開始恢復一天一顆蛋 所以這個價格很重要 價格很重要 那第三點呢 第三點就是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一定不會放過 還有母親節檔期也不會錯過 對因為那個時候 太多優惠 那個買千送百啊 然後一堆的信用卡的折扣 算一算算一算 真的是買到賺到的感覺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 開始來講好了 扭席的食物 扭席這個跟股票投資 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啊 其實你買股票也要買扭席的 股票也有扭席的股票 那扭席基本上有分為兩種 在投資市場中有兩種 一種叫做高檔的順勢而為 第二種叫做低檔的價值投資 高檔就是追強勢股 對那這個可能它就有符合它的趨勢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站在風口上連豬都會飛 所以像最近跟AI有關的 哇那基本上漲到 不要以為它很高了 它還會更高 這叫做高檔就會順勢而為嘛 那最重要是抓到那個趨勢 那第二個叫做低檔價值投資嘛 那其實我覺得我有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paypal可以分享給大家 怎麼去抓那種低檔價值投資的標的 你去看那個這檔標的 它的月KD指標有沒有出現 低檔的黃金交叉 月KD指標有沒有出現 低檔的黃金交叉 如果它有出現低檔的黃金交叉 就代表它中息啊 比如說0050啊 其實在去年的11月份啊 那股價在116的時候 就出現了低檔的黃金交叉 哇那它現在 現在已經120幾了嘛 那台積電呢 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 月KD在25下黃金交叉 那時候多少錢 當時的股價490 哇現在已經560了 對 像今年的1月份啊 0056的月KD 也在25下黃金交叉 當時的股價在26.5 那現在股價也來到30塊之上了 那另外很多國人喜歡的00878 也一樣在1月底的時候 月KD在25下出現了低檔的黃金交叉 當時的股價只有16.8 現在目前已經快看到20塊的價格了 對啊 基本上那就是扭席嘛 對啊 所以當月KD出現低檔黃金交叉的時候 它就具有扭席的這樣子的特性 扭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慮把它買回來 對啊 因為就低檔價值投資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 我覺得很多投資人 可以去運用的一種策略 好那清龍哥你覺得說 我們低檔黃金交叉 買回來這些扭席的食物 要在什麼時候把它獲利入袋 當然就是等它出現 月KD在高檔死亡交叉的時候 就可以獲利入袋了 那這個的策略 我有跑過大數據啦 它的平均的勝率是來到74% 然後平均的報酬率 你知道有多少嗎 多少 92% 天啊 好行動喔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那你有算平均要等待多久嗎 這個賣個關子好了 好 那想請清龍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Q3啊有哪些食材 哪些股票可能是比較扭席的食物 最近當然AI還是非常的夯嘛 另外我最近有留意到一檔 這個也是很多媽媽 不知道你們媽媽他們喜歡的一檔股票 它最近也出現了扭席的變化 哪一檔 就是我們台股中的第二大全值股 鴻海 大家都在等它創新高價欸 對啊 它在今年的三月份 月底的時候 月KD在第一檔 終於出現了黃金交叉 它那時候的收盤價在104塊 基本上鴻海在104以下 都是一個安全的價位 其實鴻海在這個iPhone要推出之前 都還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對不對 那除了鴻海之外 清龍哥你還有沒有推薦其他的標的 我覺得金融股也即將要吐來運轉 金融股 他們最近也中息啊 因為台股中的14家的金控股啊 其實已經有13家 近期的月KD指標 都在第一檔出現了黃金交叉 哦 所以我覺得純金融股的投資 再給自己一點耐心 再給自己一點時間 相信應該會有吐來運轉的一些表現 Ok 好 很珍貴 接下來要問一下 清龍哥你學到的第二點 第二點呢是說 蛋價太貴 我不吃 那現在你有沒有覺得 什麼東西是太貴的 現在很多我覺得跟 AI有關的題材都很貴啊 對啊很多的股票 剛才我們剛才閒聊說 很多投資人現在都想買廣達 想要拋棄鴻海 對 但是廣達已經漲到天上去了耶 然後很多的投資人都是喜歡 追那個正在漲的股票 在追正在漲的股票 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對啊 那但是在投資的市場中啊 明明賺錢只有四個字 叫買低賣高 什麼時候會有低點 股價在跌的時候才會有低點嗎 什麼時候會有高點 股價在漲的時候才會有高點 那廣達現在股價在漲 那是買它的時候還是賣它的時候 應該是要賣它的時候嗎 對啊那基本上 因為我看到現在很多 其實跟AI有關的一些 概念股 他們目前的股價 其實都已經來到了相對昂貴 甚至瘋狂的價格 所以我認為其實 股市不會天天漲啊 個股也不會天天飆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它 那你稍微給它一點耐心 因為其實漲多了 自然都會需要回檔修正 你就等它回檔修正的時候 再去找切入點 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式 就像是我媽媽 雖然每天要吃雞蛋 但是長這麼貴的雞蛋要去吃 有點說不過去 沒關係 我等它疊下來的時候 我再來吃 基本上也是一個 媽媽哲學中非常重要 運用在投資上的應用 對 但是這些哲學 我們平常都懂對不對 但碰到投資你就不懂了 明明這個東西變得很貴 你就反而還更喜歡 然後明明現在很便宜的時候 你就不敢買對不對 對啊 大家就是心理學很奇妙 對啊就是投資是扭曲人性的地方 就把我們平常生活習以為常的 這樣子的一些處事的方式 其實到投資市場中 就完全的被扭曲了 對啊就是大家會覺得 追正在漲的股票比較安全 然後賣正在跌的股票比較危險 但是這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這方法是錯誤的 如果你有這種心態啊 基本上你就必須得調整一下 如果你能夠調整回來 相信你會在投資的路上 這樣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而且少走一點原網路 金龍哥我想問一下 那你覺得 Right now有什麼東西是便宜的咧 我也想知道 如果你知道 給我分享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我剛才不是有講說 講丟席的股票嗎 就是月KD出現在25下黃金交叉 其實就有這個丟席的這個條件 所謂丟席就是燒個大碗 便宜又好吃 然後我再記得今年在1月份的時候 台股1700多家的上市會公司中 有350家的股票都出現了 月KD在低檔黃金交叉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處處是黃金耶 對啊 但是到了5月底的時候 你知道嗎 只剩下34家 哇 所以你問我現在有沒有便宜的 真的 如果你知道的話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好了 還是說我們現在應該要等一下的 我覺得你的這個問題 其實蠻困難的 還有好幾種狀況 第一個 如果你現在是滿手的股票 那基本上我會認為 現在台股已經來到1萬6 1萬7 如果你現在是滿手的股票 那現在台股漲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應該要適時的 去做一些獲利了結 開始回收資金 因為為什麼要回收資金 是為了營運未來的不時之需 因為行情不會一直漲不回 所以當行情能夠出現回檔的時候 你手中會有足夠的現金 可以在低檔去做承接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假設你現在完全沒有股票 那當然我認為台股隨時都可以買 那買的方式 其實你就要學媽媽的買法 用定時定額的下去買 那它會去降低你的一些投資的風險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投資的這個 現金跟股票的部位 可能就像我自己啊 現在現金的部位 大概佔我總投資的資金的四成 股票大概在六成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個人已經覺得差不多夠了 我就不會再去買 然後我一定會等到股市下來的時候 再來買 對你來講現在 所以以你的資金配置 聽起來好像現在真的是偏 偏有點貴 對像我今年以來 我大部分都站在賣股票的這一方 那去年的第四季啊 基本上我是天天都在買股票 那現在反彈上來了 當然就要開始調節嘛 那就目前我的現金的比重 已經拉到四成 股票還還有六成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如果股市上去了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還有六成的持股嘛 那但我認為股市不會一直上 所以它一定需要時間去稍微休息 那金融市場 永遠會有塗起來的利空 來打擊多頭的行星 所以你不用覺得 不會等到那個利空 永遠都會有利空 在前面等著你 那當這個利空來的時候 機會會留給已經準備好人身上 那準備好包含準備好錢 準備好股票 準備好價格 什麼樣的進場價位是便宜的好價位 那你只要準備好了 那你就會可以 從容的面對金融市場的波動 所以去年的第四季 對你來講就是一個週年慶的時間 天天便宜 天都便宜 我們怎麼判斷 什麼時候是週年慶 對那同樣的 我剛才不是有分享 那個月KD指標嗎 其實月KD指標 其實它也適合運用 在台股的週年慶的判斷上 其實從2000年以來 台股一共出現過 8次週年慶的時候 2000年 所以換言之 週年慶不是每年都有 但是只要出現了 它都會出現一個波段的大行情 那時候就應該要 all in對不對 對其實我這邊有稍微 統計了一下 其實台股這個 如果台股從2000年以來的 這個出現過8次啊 週年慶啊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月KD指標 如果它出現了在50以下黃金交叉 就代表台股 進入到週年慶的行情 那在進入到週年慶的階段的時候 我們要去統計 這個最後的結果 它平均會上漲52% 當然台股出現了 月KD在50以下黃金交叉 你下去買 接下來會等到5成的報酬率的一個期待 那平均的漲點是來到3536點 那平均多頭為戲的時間是22.85個月 所以其實按照這樣的方式 像比如說去年的12月份 當時的台股的月KD 就出現了在50以下黃金交叉 當時的月K在25.8 月D在25.6 然後月K正式的由下往上穿越了月D 呈現了黃金交叉 那時候的台股大概在14000多 對到現在目前的指數來看 你回頭看 那時候確實是一個週年慶的 很好的一個時機點 所以其實這個KD指標真的很重要 可是呢 對很多的投資老手來講 KD指標是他們一定會學會的東西 但是對小資助來講 他可能還不太知道KD指標 到底要怎麼看怎麼學 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其實KD指標它有分為日 週 月 那日就是用過去9天的最高價跟最低價 所形成的一種技術指標 那週就是過去9週的最高價跟最低價 那月就是過去9個月的最高價跟最低價 那通常我個人的習慣 我不會看日也不會看週 我一定會看月 因為月它代表了一個中長期趨勢翻轉 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月KD如果出現在25以下 代表一家公司的股價已經跌了一大段 那通常跌升就會是最大的利多 那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自己有問過一句話 你會不會害怕在跌的時候去買股票 接到 接刀子 接到正在下墜的刀子 那你要怎麼確認它 不要不是接到刀子 很重要的就是月KD出現了黃金交叉 就可以確認它不是讓你在接刀子 這時候進場的話 你的勝利就會高出非常多 KD指標小資助學會了嗎 非常感謝青龍哥今天來我們這邊 我們學到了投資 你不需要太多的聰明才智 賺錢要好好聽媽媽的話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